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呛呛三人行 徐老师刚才我一见广美 我说广美最近生活的怎么样 认广美说看给谁比了 说是要跟你比我算过得好的 你拿我比标准太低了 广美 你标准不算低 我们家上itable 都转发像 你打算现在很有感情 你不会理解 你荣誉 我们都替你 这么多lan substitute 好 那个 我们是心霸台 这好 我 蕨跟 像这期 我就把 Were 对 就说超7成受访者 徐老师社科院等单位联合发布 2011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 显示超过70的中国人民 70%的中不是70个 超过7成的受访者感觉幸福 特别是你看广美这几个特征 女性儿立之年 似是儿立 女性儿立之年 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 夫妻性生活满意度高 是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 就是你嘛 就是你嘛 什么假笑 那我现在没有 你这样讲完 我这样得对天狂笑一番 像我们家小说里面 那你讲的对啊 那就算是吧 那就应该叫幸福了 幸福 徐老师你觉得呢 你觉得什么 我估计他们调查的时候 谁答幸福就给奖金 我跟你说 就说咱们生活在这个盛世啊 就是这个确实是应该幸福 但是呢 论什么标准讲 我那天这个要不是研究历史有好处啊 说为什么就是说你GDP全世界最高吧 还是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经济体 超过这个日本啊 这个东西啊 我后来想啊 的确是牛啊 是很了不得的工业啊 但是呢 不是前无古人 因为中国历史上GDP全世界第一的 唐朝也第一 康前宋朝 宋朝吧 然后到清朝康熙乾隆的时候也全世界第一 所以你现在只说是复兴吗 伟大复兴吗 那不是你不能说你前无古人 但是呢 你要照另一个标准 也很悬 孔子有一句话呀 叫威邦不入 就是说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就这墙快倒了有威胁 你不要站在这儿 他这意思吗 或者我就发现这威邦 你看从几个角度说 你从GDP 复国强兵这个角度讲 咱们当然是强大了 对吧 可是你要从食品安全这个角度讲 这算不算也很危险 这是佛经里边形容地狱的这个传说 叫饮苦食毒 你想想今天咱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算不算是饮苦食毒 你就又在讲什么牛奶的事 是吧 梦牛 反正都说了 梦牛 这个广美很有感受的是吧 为什么我很有感受呢 广美曾经吓出强迫症来 你记得吗 就是他个台湾人看到大陆 食品安全报道多了 他能吓得三天不吃饭 不是我已经很多年不喝牛奶了 我已经很多年不喝牛奶了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你说我还真跟我太没有太大的 直接关系 他们主要是公关没做好吧 这样的事情都搞不定 我看了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 我倒是好四十多年没喝牛奶 但是这两年又喝了 因为医生让我喝牛奶加麦片 那样喝脱脂牛奶 可是你说这个牛奶 你就喝猛牛的 我没喝猛牛的 我没喝猛牛的 但是我爸喝 说实在话 我不是说埋态猛牛 他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 就是这样一种恐惧感 他也不赞助 怎么叫恐惧感 我准确的来讲 他猛牛也道歉了 就是说是好像是梅山 他那里的一个批刺的 里边咽出这种黄什么霉毒 取霉毒 反正致癌物质第一号 你知道吗 他也说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 你就这个效应了 我当时就给我爸打电话 因为我爸那买的是猛牛 他给我妈妈现在每天吃的 也是猛牛 我就说消费者的心理 也许你那些没问题 你大多数没问题 可是这个新闻一出来 我爸我妈 我妈就说先不能吃这个东西 那不能吃猛牛 你说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不是说不是有个段子吗 嗯 说还有跟领导说还有一箱 这个对说有电梯里 俩同事在聊说猛牛出事了 这应该怎么办 那人说我家里还有两箱猛牛 我能赶快扔街上去吧 那人说扔街上去不行 对流浪狗不公平 我其实关注这个新闻有点慢 我那天在手机报上已经看到了 那我心里在想说 这个事情我等他再稍微吵的 更 因为你知道那个真相 可能会慢慢慢慢才出现 我想说那过几天再看吧 结果发现过几天之后 这事情就已经 就已经平算平息下来了 因为该道歉也道歉了 该解释也解释了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里面是这个黄麴 所谓的黄麴毒素 为什么我对黄麴毒素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在意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说像你很容易接触到黄麴毒素的 像你的花生一些豆类的东西 你只要保存不当 它就很容易产生黄麴毒素 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因为我买了一瓶花生酱回来 跟我翻脸 我们家是严母慈父 我父亲从来很少骂我们打我们 但是我父亲是那种铁青的脸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吗 这种东西你是不能吃的 然后直接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 你父亲是医生吗 我父亲不是 当然就是说他对于 因为黄麴毒素他的致癌的那个 可能真的是 原来就知道这个东西 排在头位的 排在有个卫生组织 把这个黄麴毒素致癌 是最致癌的 第一位的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单新闻出来 我觉得可能就是 矛头不用完全的针对于猛牛 我相信这么大一个企业 他该做的事情 他一定会慢慢的去改善 但是我觉得 我反而觉得要提醒更多的婆婆妈妈们 就是说像我母亲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到已经几十年 他没有办法变化 他喜欢储存各种的食物 各种的已经长牙了 那种什么 不舍得丢 不舍得丢 老人就不舍得丢 所以就是说你斤斤计较 你买 从市场买回来的一瓶牛奶里面 里面有多少多少黄麴毒素 你有没有想到 可能你在家里面冰箱里 你藏在那里东西 或者在你的那个储藏室里面 你存的那些过期的大米也好 各种的那种骨类什么东西 都可能已经不到超标几千倍 都有这个可能性了 但是你并没有去 你一直想到说 我以后不要再买猛牛 不要再买猛牛 但你有没有真实的去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是 大家更应该 没错 警惕的一件事 你比如说那种 每次我就回去到我爸爸那儿 就是扫荡了 然后有时候都吵起来 就是我就给他扔 但是我真不知道 他们的免疫系统和胃 是怎么弄过来的 要真按照说明 比如说带纸盒包装的果汁 对 你注意看 他是写着一个12个月 12月是指的在冰箱里 你没打开 但是他又写 只要你一打开 三天之内或者五天之内必须喝完 但是我们家可能就放了几个月了 你说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几个月 就老人就是这么还喝这个 你说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为什么说 这个饮苦食毒 猛牛只是翻出来的这么一个浪花 这些年这种事 他们今年盘点评出来的新闻 我看一大半 都是这种读这个读那个食品 怎么对这些问题 而且我认为这么觉得 世界上都有背景 我前两天碰见一个日本朋友 还跟我讲 日本现在也恐慌 因为你这都闹不清 就是他们现在发现 这个米里头有这个放射性 买的这个米里 好像说因为说有些放射性 到了土里 到了种庄稼的这个泥里 在日本现在也有这个恐慌 你知道我联系起来 我就在想 今年流行一个什么词 叫什么hold住 我现在真想问问各国政府 就是局面是否还在你们控制中 就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事没告诉我们 或者说有多少事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你是不是真能hold得住 你比如说日本这个放射 还在日本人多严格 那玩咱都想到无色无形 无所不在 你真清楚吗 包括中国的这个有关当局 我也真要问 你有把握说吗 除了查出来的其他的 你可以吃 谁敢说这个话 hold不住了 我觉得是不是 我就是一个地沟油都搞不定 对啊 他们说一个地沟油 应该说那些真找那些地沟油的生产商 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个标准 那么前面的罪就限 不当然也不能说 观伴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过的是高等人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见到我的一些朋友 有经济能力的朋友 我就发现从台湾到北京 不吃油 他们不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我跟你说 已经跟咱们活的不一样了 他吃的菜都是人专门给他送来的 都是他自己从种 甚至在自家园的后面 雇人来种菜 真的是新鲜 而且他交朋友 就跟朋友打电话 说你明天从云南过来 你们云南有没有野菜 就是最生态的那个东西 你给我带了 他这样他朋友多了以后 他们家就短着大量的 全国各地的最新鲜的这种食材 他叫食材 原生态食材 原生态食材 等的太多了也过期了 哎呦不是 他人家这个富贵人家朋友多 陆续有来 我就不信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我有两个东西我不信 一个就是他们说化妆美容 我在香港的会所 香港会所 那里边都有钱人 你去看那些中年以上的妇女 那一张张脸 就知道钱不能带来美丽 化妆品整容没有用 第二件 你看 朝鲜伟大领袖 金正日 你看 那这么重要的人物 周围的医疗好了吧 食品应该好了吧 他总不会喝像猛牛这样的东西了吧 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照样生病 你有没有看看全世界那些最有钱的人 地位最高的人 他平均起来 有没有比一般的人活的就更久吗 病更少吗 徐老师 我们讲的是这个 不是我们讲的是社会学 你讲的是哲学 所以推到后来你社会学解决不了 你人就得靠哲学活下去了 我跟你讲讲 我跟你讲讲医学 这猛牛这个高致癌 我不知道你们 国媒你有这个体会吗 为什么近两年来 我听见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给我感叹 说现在怎么癌症这么多呢 你有这个体会吗 是呀 我们家也我父亲和母亲都有癌症啊 我父亲因为癌症去世 我母亲是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有癌症了 我们家亲属里也有 我们公司的司机的老人也是 甚至是我大学的同班的女同学已经走了两个 两个都是这个肉腺癌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癌症 他们一般人老在说这个是环境污染 这当然是现代种种 可是你知道那天我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上 介绍一个法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人的观点 首先这个人说健康常识 就是说你吃蔬菜吃什么就是饮食要注意 是能够减低这个癌症是吧 然后他提出一个思路 也许你们没有这么想到过 说这个癌症的增加呀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长寿了 你明白吗 你古代的时候可能平均年龄只有40岁 我刚才就想讲这个 为什么癌症死亡的人多了呢 就是因为有些病以前的常见病 现在能医了比方肺病 很多以前的人主要死在另外一些病 肺牢啊等等等等 现在那些病能医了 所以癌还没有突破 癌症就变成了一个 你这个是人人均年龄 现在世界上都一般都70岁了 平均年龄 这大大超过了这个古代 你知道吗 古代很多时候啊 癌症你还没来得及得呢 你人就梗了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 老老老一直老到你这个细胞啊 器官呢 出现变异 这不就是老到一定程度 所以你可以算算 一般都是老老老老到一个程度之后啊 你发现有癌症 没有癌症的话更没规律 你仔细想想你周围认识的人得癌的 找不出规律的 有的人年纪又轻 是是 有的人吧 非常讲究吃 从来不抽烟 可得肺癌 没有吧 你是不是啊 有很多你就想不通的 有有的人吧 吃的生活非常非常谨慎的 可胡里胡多又得了一个癌了 有些人很放荡很堕落 可他也不得癌 是 好人有时候还得 所以什么 光美你说所以什么 所以我我自己觉得呢 有一个有一个理论有个说法 遗传是绝对是 就是我我我 人家都说我是高危 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有癌症 所以人家告诉我是高危 所以但是我 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 而且呢 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有一个其中一个说法 其实你的情绪 还有你的压力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疏解你身体里面 就是说像暴怒的人 特别容易 因为每个人身体里面 其实全身 暴怒的人容易生什么癌 不是不是生什么癌 其实我们的癌细胞是 散布在你全身 只是他要不要长大而已 所以你的那种情绪 你特别坏脾气那种人 暴怒的人 就特别容易 机遇成癌 是 所以我跟你说 机遇成鸡 我的父亲就是属于那种 生活特别规律 不抽烟 不喝酒 就是所有那种特别小心 就是我那么小 他就告诉我 黄菊毒素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属于那种 非常压抑的人 你所以我就说 这个香港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走远了 所以感有好伤 我觉得 开心 真的是很重要 对 也许开心不能够避免让你得什么病 可是你要不开心 我认为你更容易得这个病 因为我们有生活经验的 你比如说你看他有这个体验 我们公司的司机师傅 父亲刚刚也是肺癌还是肝癌 他说我爸爸就是什么话都不跟人说 一辈子不给子女添麻烦 他说就是最后这癌症一发现 几天人就走了 他说也最后也不跟子女添麻烦 他说他就是平常闷着 实际脾气也挺大 但是什么连这个痛 他就估计他父亲最后是难受到不行了 才跟子女说 这才去医院 所以误了时候 你看往往就发现是这种性格 而且你看他们讲 徐老师你也甭要说是什么抽烟 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戒了烟了 我觉得这个理这么讲 不是科学发展观的 你为什么说 说毛主席抽烟什么80多岁 特朗平抽烟喝酒活80多岁 周恩来不抽烟 周恩来怎么早早的就得了癌症 周恩来是不抽烟 可周恩来抽了毛主席多少二手烟 给熏了一辈子 而且你想周总理的这种性格心情 他就吸睛气不吐出来了 对毛主席他都脱了周恩来脸上去了 你说 开玩笑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反过来我也给你举一个例子 李作鹏 就当年所谓林彪什么反党集团 做了秦城监狱的李作鹏 李作鹏呢 你见过他那个心脏病 我看了他的一些关于他病的记录之后 我反倒觉得心脏病不是个什么严重的事 他随时发又抢救过来 甚至在最后特别法庭上 他要为自己辩护 后来就眼见心脏不行了 然后说到旁边抢救一下 抢救一下 回来接着说 他自己就回忆就讲 他一直就是抽烟 抽抽抽抽抽 他说幸亏后来我进了监狱 大概60多岁还是多少分 我忘了 进了监狱不能抽烟了 不能抽烟了 反倒到最后活了90多岁 活了90多岁 但是你说他的心理是不是 肯定心里有疙瘩 很能有疙瘩 但是为什么也能活这么多岁 我总结一点 他书法 他写回忆录 写写写写 然后还是个就是有气就发出来 有气就发出来 发之于纸 发之于笔 还是发之于朋友 都可以 他们这几个好像都写回忆录 无发现了 什么阿秋会做 对 把林彪翻得差不多了 就林彪自己没法写了 对不对 都活890岁 所以你看 这个疏通疏通 也很重要 不过你们都是从医学上讲 那个猛牛事件 从回到社会学 回到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了 还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听到有些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 这种事情其实以前都有 都很多 包括矿难了 包括什么小车了 很多很多事故了 只是以前的没那么爆 这个传媒啊 传播量没那么大 所以没那么多负面信息 大家活得也好好的 意思是现在传媒把这些事情放大了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 这些信息出来 虽然对局部的品牌 局部的这些部门 是很大的压力 可是对全体人民来说 反而是增强信心的 你别说表面上 我们得到一个恐惧 就是说 哦 这个不能吃 哎 不能吃 但是 当我们吃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想 没有听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没有爆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那说明这个是行的 你看我自己哈 有过这么一个体会 海洋公园有一个船 晃来晃去嘛 我坐到上面啊 我就以为要掉下去了 就是掉的很够 我又快要掉下去 我觉得我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信念使得我 还坐在那里 我就说 要是有人掉下去 TVB早就报道了 哈哈哈 对不对吧 那就我说要是 从来没听过海洋公园出人命嘛 对不对 那说明是人是不会掉下去 但是徐老师 你这样是不是对新闻那个相信呢 在报道的时候啊 就晚了 就晚了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报道太多之后 你其实你的视觉跟你的心理都已经 已经疲劳了 你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对对对 你像台湾那个塑化剂 塑化剂是 塑化剂的问题 后来又很多什么贩卖过期食品 过期巧克力 过期饭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我觉得 珍宝总动员 我就把你的 把人把你的 批灌加起来 然后气